这绳子是装饰的 哦装饰的 好的 没有进去看不知道 好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间 楼上还有 哎呀阿姨的体力跟不上啊 年纪大了 大喘气 但是因为给大家一个很好 推荐吧 就把每种房型 我们开灯 开那灯吧 你知道灯在哪吗 这个 这个 哎哇 好温馨的灯光 就把每一间房子给大家拍一下 也行 全面的一个推荐吧 对吧 全面的安利一下 哇这个好棒 这是房顶哎 我是不是有点敷衍 但是我是真心觉得这里 很棒 但是如果要是带孩子来住这个房间 一定要注意不要爬太高 对面也是一样的 对 但是 但是二楼的时候 还有一个 外楼的一个 哦 是这样子 我可能等一会就会住那个房间哦 原家村有这么多吃的 你都去吃过没 那你来这里住 你是在这吃吗 哇 里面的啊 真是职业病犯了 我觉得在这搞花艺活动也会很美 看这个桌子和椅子 哇 这里好凉快 对 因为这块 刚刚也给我介绍过了 是中央空调 因为我觉得他们房间很大 我怕空调带不动 吃的特别多 吃的特别多 而且还有火锅 不过这个厨房挺漂亮的 就没开灯 这是室内的厨房 跟样板间一样漂亮 先做的啊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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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房间里有一只小蝴蝶 这间房叫迷迭 迷迭香的迷迭 其实就是 都用墨上花开嘛 所以都是用花的名字命名的 我们从门口走 先来感受一下 这块是 对 这是西树的一个区域 然后 登登登 美的 不行 太漂亮了 蝴蝶依旧还在 然后 定这间房 也是做了功课的 为什么要定呢 因为它有一个户外的浴缸 兴奋 休息了一会儿 晚餐还是要去原家村吃 因为这块的小吃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啊 我虽然是外一地人 但我已经在新安大历十几年了 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我觉得很棒 是可以拼的 它不是说是因为是景点就不好吃 味道是非常棒的 我呢真的非常想给大家录一期全是吃喝的 但是我的肠胃 嗯 容量有限 所以就带大家转一转 看一看好了 真的哦 每一家都是很好吃的 然后有一些特产也特别值得带回去 因为晚上还要回民宿烤肉 我非常的期待 所以我就吃了时辰包子 和我心心念念的豆腐 我就是特别爱吃豆制品的那种人 然后这家豆腐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棒 另外原家村的吃喝还是比较便宜的 没有胡乱开价的情况 都是明码标价 一切都十分美好 只是今天是个阴天 天上没有星星 如果天上有星星的话 真的就太美了 最让人期待的时候到了 就是晚上黑黑的泡澡 我觉得这块的设计的这个灯光 还是挺温馨的 然后他们会有 看不清 就是会有预言和洗浴用品 并且用的都是品质特别好的那种 这是在顶楼哦 现在正在加水 比较理智 我没有那么就是狂热伤头 还有恋爱脑 因为我这个人就真的不是那种人 然后问事业的其实都是会面临一些变故 那其实来提问的人他肯定是有问题 没有问题他不会找我 很多很多人 就是我真是没有想到 就是只要我一po出来说 最近可以预约塔罗占卜 就至少一瞬间有十个人说 云头老师有没有时间 你帮我占卜一下吧 就很多很多 然后从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中啊 我发现第一个就是大家对于 目前疫情的一个影响 对事业的一个自我思考 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很多人他不再愿意去创业 这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你们还在创业吗 创业会输到很多的一个就是冲击了 在疫情之后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开店关店开店关店 小酒馆关了吧 对吧 我2019年开了 我2019年年底以前 对吧 然后包括去年先来雷波大的一个半月 不能出门 然后刚好我的房租到期 所以我的咖啡馆我也就关了 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太消耗我了 然后本身投资都不是太大的事啊 所以我关的可能比较顺 不像有些人他就一直在内耗 一直在无法止损的状态 我是一个很容易止损的人 所以我刚刚在一开始我也说到了 我就不是那种恋爱脑上头的人 因为我很容易就会去止损 然后我的关于这个是否创业呢 还有就是很多人本身他来问我 就是想开花店的嘛 就是想放弃本职工作 要去创业的这部分的人 我都很严格很直接的跟他们说了 你们好好再考虑一下 如果你有那么这个视频里 我又再说一下 如果你有本职工作啊 你就如果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一种 那你就先好好干一干 好吗 不要太在现在的这个阶段啊 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都经历一个巨变 因为你很有可能 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接受这个巨变啊 工作拼的可能是你的专业能力 也许你干了这个事情 你干了五到十年 你是积累的专业能力的 积累了一些认知 对吧 可是你进入创业这个领域 你拼的就是你的人脉资源 整体的协调能力 和很多综合的能力了 不是说是你的 你本来做会计 对不对 你开始创业了 对不对 你的资源怎么样 对吧 你的客户群体有多少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都限制着你 不是说我这么容易的 我拿钱 我去叠出来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啊 那么很多人也会在日常跟我的沟通中 我实在是听到太多了 就是运动了 身体太自由了 我好羡慕你啊 你可以去咖啡馆打个卡呀 你一天就对不对 你这样一下 那样一下 你好舒服呀 在这里呢 我要把我这个生活状态啊 真的想给大家剖析一下 我呢 就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热血的一个人 就是我真的不太喜欢去 就是思考别人的生活状态 就是如果我看见一个人 他状态很好 他每天都在喝咖啡呀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我一定会想两个点 就是要不他就富二代 对吧 他根本就不会金钱所计较 计较金钱嘛 对吧 要不就是你他背后的事情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你的认知都没到那一步 你都想象不到他在经历一些什么事情 我只能说我是属于后者 因为工作上的抱怨 当然时常也是会有 可是我更强大的能力 是自我消化能力 你说你在国企天天遇见那些 很复杂的人际交往的一些事情 难道你做个体经营 难道你去做微商 你不会尽力吗 对吧 你直接对C 对吧 你出C 你的那些顾客 你的终端顾客 一腿 可能你大学出来以后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就业环境 但是现在开始准备吧 也不晚 好好地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 第二个点就是 既然你想做自由职业者 你想灵活就业 你想斜杠是吧 那么你就要注重全方位技能的培养 我现在说的 斜杠 它斜的不是50%和50% 它斜杠斜的是80% 80% 你在你所有想做的事情上面 你的技能一定要点到80%以上 我觉得才是一个基础要求 写作的能力 花艺的能力 策划的能力 点点点点 都不是野生技能 对于我来讲 我在上面都是花了钱 要不就花了时间的 有打磨 有练习 时间成本跌得也非常高的 现在的客户不傻 你想选择什么当副业 或者是你现在说 我新开始干一个什么事情 它三两句就能看出来 你是不是专业的 你有没有干过 你的案例是不是找别人来 在这里充当自己的案例 以及你上游的供货房 你下游的承包的人 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韭菜呢 肯定是搁不了多久了 每一个人的认知都在提升的 不仅仅只有你在提升 所有人都在提升 所以说技能 你掌握的东西的能力 一定要至少稍高于其他人吧 不然在这么大的一个 鱼笼混合到市场里面 为什么客户要选择你 反正我是什么咖啡 清酒 烘焙 什么我都学过 我从小到大 就是感兴趣的东西 我就会去学 我基本上不太假考虑的 没有时间我就挤时间 没有钱 我就问我妈要钱 反正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可以非常自信的告诉你 同一波客户 在不同的合作方向上面 他们都会用到我 所以我觉得这是 每一个斜杠青年 每一个自由职业者的最终目标 第三个点 好好锻炼你的文案能力 学会包装自己 我现在不是说 一定要让你给自己 立一个明确的人设 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 立这个人设也没什么用 人设要辅助于 要干的事 但是好的表达能力 协作能力 沟通能力 它是非常重要的 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你思想的维度 就是你语言的维度 如果你什么都说不出来 你写也写不出来 那么你的这个人的维度 其实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 我能够脱稿把这些话 全部说出来 说明我的脑子里面 已经提前全部想到了 这方面要怎么样去锻炼 那么以后有时间 回录视频给大家说 但是记住 现在这个年代 文案是最重要的能力 每一个人都要掌握 尤其是想做自媒体的朋友 第四个点 就是永远记住 你是个服务员 你要做好服务 不代表你要放弃 你专业的身份 但是你的态度 要尽量的谦卑 好好的去服务顾客 积累顾客 让他们尽量不要流失 我把我的客户 还是当朋友的 无论他们想不想跟我做朋友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 挺想跟我做朋友的 因为我是一个 特别好说话的人 我会尽量的把 两者之间的距离 拉到最小 去为大家排忧解难 但是呢 一旦涉及到雇佣身份 或者是我需要去服务于他们的时候 一定是这个时候 态度会更低一些 尽量的 就是尊重他们的意愿 第五 如果你完全没有头绪 你现在上日班 想找一个副业的朋友 我不推荐你们辞职 这是我逼贯的立场 但是我希望你们 能从爱好出发 又但是 能把爱好当职业的人 他真的是非常牛逼的人 爱好和专业 这是两回事 中间的鸿沟很大的 你不要太自信了 今天你能插一个花出来 你就觉得牛逼 我现在就是花一世的 我们也就结活了 这中间真的是有很大 可以提升的空间的 但是 从爱好去出发 去找你的方向 和服务 至少你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你喜欢嘛 对不对 你就不那么计较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最后一点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多跟 做得好的自由职业的朋友 去交朋友 因为自由职业者 旁边还是自由职业者 所以说他们可能是一个圈子的 或者怎么样也好 跟像我这样的人交朋友 会给到你一些比较真诚的建议 好 我的建议都给完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并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你们也可以辩证的去看 我说的很多的话 但是我相信我说的话里面 也会有至少那么一两点 帮助到大家吧 这也是我做自媒体的意义 去分享一些 我认为自己总结下来 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你去干一份工作 也许它非常的拉宽 但是只要你把闪光的地方 吸收到你的三观里头 或者是知识体系里头 那么最终你会像滚雪人一样 滚成一个非常有自我独立意识的一个人 看书也是一样的 就是吸取你有用的观点就行了 但是一定要把它融进你的大脑里面 你才能够从中受益 我每天可能也都会去看很多B站的视频 或者是各个平台的视频 有的人说的很好 有的人说的很偏颇 但是说的偏颇的人 他一定也有有价值的地方 我不会说 哎呀那个视频不是我的菜 他就怎么怎么样了 我从来都不会这样子 如果能刷到这个视频 代表你很有机会和我成为朋友 我也是很欢迎大家跟我互动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有问题的朋友是可以给我留言的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到处玩 你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坐垫 哎 就是 还是有一点冲动的开了一家新店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咖啡馆的氛围 而且真的坐得住 尤其冬天来暖气以后 我觉得还是可以坐着的 所以 先走着看呗 酸菜米线的口味还是挺酸的 非常适合喜欢酸菜的朋友们 我觉得挺好吃的 非常开胃 但是融入加盟 我等会儿还是带回店里去吧 因为 我感觉这一个米线我就能吃饱 我硬咬一加一我可能会有点撑 因为我下午的时候在店里还试吃了我们新的甜品 所以回去店里吃好了 而且这里太暗了 我都是开着手电筒 就手机的手电筒 现在是你要带个手机 你要拍着吃着说着 老板都觉得你 把我吃了撑了 因为这种弟子往下一压 把胃一压 感觉就吃的可撑 就是老板就感觉你是来探店 不管你是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路边探 从来没人来过还是怎么样 就会特别好 服务就特别好 我觉得可能说不上来吧 因为来我们店里面也会有很多女孩拍照 发小红书什么的 我们我之前说过都是仪式同仁 也不会说是服务的特别好 特别殷勤 但是现在探店文化嘛 对吧 很流行 不然像我们这种开在一些院子里啊 厂房里的一些小店 其实也还蛮难被人得知的 回到了明亮的店里面 这家龙龙肉夹馍虽然是 一般形成是六块 虽然是七块钱 但是肉真的比外面都要多 看见没 专门给大家特写一下 好 小偷 小偷 你吃掉最大的那一块 剩下都是我的 这家肉真的 我来的所有的顾客 都说这家龙龙夹馍好吃 你们要是来我店里玩的话 我就请大家吃龙龙夹馍 好了 好吧 就让饼干怪cookie给大家说拜拜 这里掉三连关注哦 我最近掉粉掉的很厉害 我很心痛哦 哈喽大家好 这是云吞 好久没有给大家录做手工的视频了吧 有一个月了吧 然后 看面前这四个是什么 是可爱的小盲盒 那我不是一个盲盒中毒的人啊 当然我也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上头 这个就是猫里的新娘系列吧 反正一看就知道 是顾客结婚要用到的 可爱的小玩意 那其实我会用它做成手腕花 小红书上也有这个猫和水玩花 然后非常多人点赞 然后我的顾客就找到了我 让我帮他定制 那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啊 真的是四个不一样的 哇 好可爱呀 对不对 是不是很可爱 那我相信大家可能想问我 这立体的东西怎么戴在手上 而且它有重量呀 这个怎么弄呢 就是 我们先看一下手腕的宽度 其实是可以的啊 对吧 但是它肯定需要一个 尘托大的东西 以及需要花在旁边围绕着 那么它已经有这么大的体积了 如果再用鲜花 玫瑰啊 橘根啊 橘菌啊 其实都不太合适 而且这一次呢 顾客有把它带去外地 所以我们跟小红书上 一样是用永生花 好的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看 我会用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 这个 是不是有一点 老土 但是如果是 花艺师应该都见过吧 这是一个手腕花的 哇 为什么这么玛丽苏 感觉特别的玛丽苏 对吧 这是一个蕾丝的底托 因为很多手腕花 大家知道是用铁丝窩的 然后用丝带绑的 那那种呢 丝带 它是软的嘛 然后这个又比较重 就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成比例 所以说我们可能会用到它 看见没 哇 为什么会这么可爱 对吧 你当然也需要 你看它的后面都是立体的 你当然也 我觉得还是需要去把它 固定在一个地方的 可能就会用到胶枪 关键是这个 做上去以后 它可以成为一个纪念品 但是 你再把它搞下来 背后可能就会有胶 而且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云吞 然后最近我都没有给大家 录过这种录脸的视频 今天就跟大家来录一个录脸的视频 然后其实我一直在想主题 因为我最近其实天天 都在我的咖啡馆里面 就小咖啡店里面 我真的是不知道 给大家录一个什么主题比较好 然后 这个月是市营业 然后上个月 上上个月装修加市营业 其实我的花艺的事情 我有停下来一段时间 因为其实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做花艺 是七年了吧 就是 也在跨界的干很多事情 我本来就是一个策划出身 所以我觉得也很正常 那现在 投身进入了这个服装 加上这个 咖啡甜品 这样子的小店里面 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做花艺 我只是给我的线上课程的 学生还在继续上课 然后我还在继续教花艺 我没有 自己就没有接一些零散的散单 因为这个很花时间 而且客户的要求 定制的东西是有一点难达的 那你只想录一个这样视频 但是不知道录不上 然后很多朋友给我私信留言说 想看你喝清酒的 然后讲清酒的视频 我之后在我店里 这个环境很不错 我会慢慢的录一些视频 然后再持续的更新它 但是我现在就 我就今天的主题 我就 因为我看着镜头的时候 还是很尴尬 所以我就 找一个主题 然后我要这个主题 可以给大家聊一聊花艺啊 还有相关的这些内容 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那今天就来聊一下 我自己最喜欢的花材吧 因为其实很多学生会问我 老师你喜欢什么花材 那我觉得 每一个花艺师都会有自己的喜好 但是面对顾客的时候 这些喜好其实就是比较 变成一种参考而已 因为我觉得送一束合适的话 它会有合适的场合 合适的人 然后合适的寓意 都会有 那我个人觉得 其实可以参考的点 有很多种 包括花的颜色 花的质感 然后因为颜色 会有情绪的呈现 比如说白色是一种 什么样的情绪 红色是热情 然后绿色是活力 黄色是什么 就会都会有 这些都可以参考 然后每个人的喜好 其实是非常分明的 那你在销售的时候 其实你是要了解 顾客的喜好 那如果顾客是送人的的话 那你就要看 是因为什么情况去送 所以跟顾客的互动 就花艺师跟顾客的互动 是非常重要 那我现在跨界 我去做咖啡这一行 然后跟顾客聊的就更多了 你喜欢什么咖啡 喜欢什么豆子 你喜欢什么烘焙度 然后就这样瞎聊 然后我自己呢 就当然还是喜好非常的明确 那关键是我现在没有办法 就是给大家把我最喜欢的五种花材 全部拿来 其实我是有办法的 但是我最近很穷 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么多 那今天呢 我是给我的这个 Signal这个咖啡店 我有带 认不认识这个花 这个花啊 哎呀太可爱了 这个花我很喜欢 它叫鸢尾 然后也叫爱丽丝 那英文就是 英文就是Iris 就是爱丽丝 那它一般来讲 在花卉市场是一个 一年中不同的时间段 可能是25块钱到60块钱 左右的一个价位吧 那它其实是有 基本上两种颜色 就是白色黄心和紫色黄心 那么这种紫色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 很优雅的颜色 所以我没有买过白色的 我看很多花树里面 会不会到白色 因为更好搭配 可是我自己就喜欢紫色 我是有个很迷你的品质 然后这个花并没有 什么特殊的味道 然后很多春天的时候 绿花袋也会长 长很多 然后各种颜色 黄色白色紫色都有 那但是其实 因为它这个鸢尾属 可能有非常多的造型 这种还是花卉市场 比较常见的啊 那一把是史枝啊 同学们记住 就是如果你在外面单枝买 我觉得可能卖到10块钱 15块钱都有可能 那像这个花材 它的花期也还不错 就是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如果你从它含包袋 放到完全盛放 不要很热的情况下 可能7到10天都能放得住 我还是蛮喜欢它的 但非常非常的刻薄 我这两天已经在家里 接收这样的负面信息太多了 我真的觉得 我是比没有朋友 也许成年以后的朋友 就是这样的吧 我可以把这些东西 都当作一种 就是冷潮热讽 就他们会说 云团疯了 在一个这样的老厂区里 开了一家小店 然后投了多少钱 真的是疯了 就一直说这些 我真的是受得够够的了 然后我真的觉得 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吐槽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这样 那其实我 我现在就是已经30岁了 我是有一点点在意 别人都有的看法 就是如果 就是我的观众们会觉得 你为什么要在乎 别人那种傻逼 我不会这样想的 就是我会在意别人的看法 这是肯定的 那你对我有好的建议 我一定会接收 如果对我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我也会去学习和进入着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之前 我不管干什么事情 可能是酒馆也好 花店也好 我觉得身边的人 还是以90%的鼓励吧 唯独这一次 也有可能跟疫情有关 大家觉得 今年的经济形势不好 你没有必要去投资 没有必要去投入 我是你的朋友 我看你往火 我看你跳 什么之类的吧 但是我真的觉得 目前的我还是很需要鼓励 这是一家小店 没有那么大的资金投资 能把我给投死 对吧 然后我也相信自己的能力 死了我也能够复苏 所以这条视频 我也有很多朋友 他们对我关注 我的B站 所以我想录下来 告诉大家 不必 用 特别特别 自己觉得很有善的方式 去劝我 然后去 我知道大家不是打击我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打击我 我现在真是说其真心话 我不知道你是否在打击我 是有意的打击我呢 还是怎么样 我永远希望我身边的朋友好 就是只要他们创业了 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永远希望他们能够成功 就是我不希望他们受任何的风险 但是我觉得我做这件事 这一次做这件事情 真的受了太多身边人的这种 我真的很受不了 我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朋友 我也怀疑自己的朋友 到底这是些什么朋友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刚刚那些其实都还好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 就是开店的时候 他就说你不行 完了你开起来了以后 反正小红书也发了一些了 然后当晚点评也发了一些了 他就带着他的产品来了 说你不要做这个 你做咖啡 你十几块钱往回收 你亏死了 你赶紧把这个店 你卖我的这个产品吧 我的这个面膜杂杂好了 然后我的这个什么什么微商品牌 什么就一万字杂杂好了 你在这边你把你这衣服撤了 然后你搭柜子 你卖我的产品 你躺到家里都可以赚两万块钱一个月 这些人来 大家都懂 也许你是学生 你现在还不懂 但是你经历过这一切以后 你可能就跟我一样年纪 你就懂了 这些人就会突然的出现 然后他就觉得你要跟他合作了 你必须得卖他的产品了 然后你是实体店 然后你兼职一个线上的微商 你才能够赚得盆满钵满了 就哇 我感觉我脑袋都爆炸了 包括那个隔壁的邻居什么之类的 都把东西拿过来说 能不能把这个产品放到你店里卖 但是我开业的时候 我跟他们聊这个概念的时候 所有的朋友都说 你不行 这地方不行 然后顾客质量不行 什么都不行 但你开起来了 你现在还没有引力 他们就把他们的东西全部端来了 让你卖微商的品牌 让你在这个地方 就是卖一下跟你自己 哈喽大家好 这是云吞 然后今天呢 出来吃一个好吃的 也是朋友给我推荐的 今天所以我就把我的咖啡馆 提前打烊了半个小时 然后来到了这个 是西安的体育馆东路 然后一家 什么店呢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一家龙极屋徒手梢 然后 它是一个徒手梢的专门店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吧 谢谢 店其实不是很大 但是做得很满哦 然后 我也准备就座了 我们刚刚已经准备点 科尔比斯和你们的 生皮了 好的 它是威士忌酒加苏打水 好的好的 然后 当天开棒的话 就是把苏打水提罐 成为干姜剂水 然后我们这边选用的干姜剂水的话 会偏甜一点风感还臭 然后我们这边主要做 煮它是一个大阪的味噌料理 对 大阪风味的哦 然后以牛筋串为主 然后像红烧肉到鸿酥的话 我们会用高汤给它够一个味道 然后再用味噌去调味 好的 像这部分的话 它会比较像那个关东煮 关东煮 鸡鱼关东煮 是上的一个东西 右边的话是炸的东西 我们就先把它炸过一遍 之后再用味噌来调味 哦 然后除了白葱跟洋葱以外 我们上面都会撒小葱 好的 所以如果不吃小葱的话 我跟你说一下 好的 我们的这个炸鸡 外面有包一种紫苏力 然后大家紧在海盲口的 好的 另外春卷跟煎饺的话 是我们自己包的 好的 春卷是大三家小鸭 然后煎饺的话 是白菜猪肉酱的 好的 柚子胡麻豆腐的话 是我今天自创的一个 柚子胡麻豆腐的话 好的 好 锅物介绍一下 三反 我给我盐鸡锅 相互关税的 这个就是盐鸡锅 就是跟它的名字是一样的 相互锅的话是味噌猪发的 嗯 受洗上的话就是酱油牛肉 好的 好了 就是主要是这些 对不对 对 那我可以问一下 你们是从日本大阪回来以后 想做这个还是 是的 在京都生活了两个 然后我们厨师的话 在日本是待了有15年 好的 你是老板吗 是的 好的 好的 谢谢老板 给它的 我觉得它的这个装修设计很紧凑 也很温暖 虽然不是很大 然后这里有陈列一些可爱的 可能是 因为刚刚也有听说嘛 老板有在日本待好几年 然后厨师有待15年 有一些 这个是一个 如果没记错 对 是个生酒 去年的时候我有喝过这一款 然后 然后它也有摆一些酒 我也觉得应该是店里有卖吧 但是我今天不喝酒 然后这块有一些做嗨报的脚瓶 然后这款我也是喝过的 英君很好喝 我之前有专门发过就是品 品鉴会 然后有喝到几款英君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OK那我们一会儿来试一试味道怎么样吧 因为像这样子的小店呢 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很多 但是主要还是看风味 怎么样 这个酒怎么样 扎黄神皮 来自北海道 看起来是很清爽的啤酒 菜还没有上就已经喝了这么多 兴奋的搓手收 应该没有很高的度数吧 对我来说像喝水 对你来说像喝水比较好的 很清爽对 因为吃主物可能就比较适合喝清爽一些的啤酒 对不对啊 这位美女 我马上就要晕了 她马上就晕了 老的只有三度的量 居然还喝了 注意一下我的包装手法 我一直有给学生强调 包装花束这件事情是百无禁忌的 没有什么花束是要用同样的方法包装 首先你的花扎的也不一样 你的花束不一样 你的包装纸也不一样 你的尺寸也不一样 你的质感也不一样 我们不需要都用一样的方法 OK 感受一下 对不对 那这样就是两张了 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再裁两张 注意再裁的这两张 因为要放到花束的正前方 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么长了 大概这么长就够了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 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材质这个过程的 所以我有的时候 真的比如说第二天 要包好多的这个的时候 我第一天晚上我先把纸裁好 我觉得材质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OK 刚刚这两个继续 我们把它握紧 在这里解答大家一个问题 因为我也不爱 每包一层纸就固定一下 那前提还是你这些东西能够稳定的固定住 然后这个纸啊 折一下 这个是要放到前面的 大家会发现我包纸真的很随意 我就随便你折 因为你包装花束包的多了 你的手会有惯性 所以就是知道该怎么折 那在很多初学者那里包装花束 简直不要太难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折纸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因为包的不够多 所以说 觉得自己花束包的不好的朋友 就是玩命的包 疯狂的练习 最终会找到手和纸之间那种感觉 OK有没有看见这样的感觉 对吧 然后但是在下面 很丑哦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再一张纸 把它整个的包裹住 好的 这个苹果就跟吸血鬼一样躺在这 OK下一步 下一步我们刚刚我说这块很丑 对不对 那我们会再来一张纸 它会更长一些 整体的在后方 把它合上 OK像这样 它的前面包裹起来 让它看起来更加的 规整一些 那刚刚也有说到啊 就是很多 包括我自己的学生 上我的线上花一课 大家都知道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今年有开 大概大半年的线上花一课的群 我有时候会给顾客录 不是顾客 就给学员录一些视频 那我觉得大家会说 啊这里看不懂 那里看不懂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看不懂 那是非常正常的 你没做呀 就是你得边坐边看 你才能感受 你才能触摸 你光就这个看 当然看不懂 是很正常的啊 所以说 花一这种东西 我觉得也是个熟练功 你一定要去认真的去做 还有我的朋友 跟乒乓球一样 等会儿用胶枪固定一下 这个球 还有我的学生说 啊老师 我觉得你那个 寄丝带的视频 我也看不懂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你不做 看不懂 是很正常的啊 做了又还看不懂 那可能就是 真的是 我没录好 但是呢 你光看一个视频 要去说懂不懂 我觉得这个本身 就是很难的 啊 任何东西 做手工那些东西 都不是看了就会了 当你做的时候 都会有另外一番的体验 OK这个丝带先这样做上 好的 OK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球 用胶枪先固定一下 好 我固定好了 再给大家看 好了 一个苹果花枝就做好了 嗯 它的发夹是用胶枪粘上去的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难度啊 这个也只是一个圣诞的球 用丝带绑在上面 打了个蝴蝶结 然后 两只 怎么样 是不是很简单 一会儿来个特鞋给大家看看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云吞 然后我现在在吃 朋友送来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擀面皮 这个是我今天自己用苹果橙子肉桂那些做的热红酒 然后我一会儿就要给大家 再次用苹果整个活 成品就在这放着 刚我已经做了一个了 哎 撞到桌子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 再录一个制作过程吧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哎 说到圣诞节就是不停的用苹果做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 这上面这一堆是小发夹哦 等会儿会把它的具体的固定过程给大家录制一下 好 我们来讲一下作为一个苹果花树 去用哪些材料 首先苹果是绝对不能少的 然后呢 刚刚也看见有一堆兔耳朵 这是一个发夹 啊 今年圣诞节已经快到了 做不了头 明年圣诞节继续做啊 这个东西是永恒都会游行的 然后呢 去年不知道大家看到我的视频没有 我的视频里面有用这个苹果做花树的一个视频 但是是用一根竹签从下面捧进去的 今年呢我们就不需要那根竹签了 我们直接用今年流行的方法 这是一张玻璃纸 透明的玻璃纸 然后把苹果放在里面 像这样 我们会用这一张玻璃纸去取代竹签的作用 就是固定它 首先玻璃纸有延长部分的位置 大家注意整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捏紧这个玻璃纸啊 然后我们用到这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褶皱纱 把苹果固定好 还是一样向上向上向上捏到最紧啊 然后我们再用这样子的拉架带去整个把它固定住 一样啊 拉高 拉架带固定的位置应该是最靠近苹果根部的 这已经第三根了 到底有没有一根好的 我感觉拉架带这个东西买上几个月你不用它会失效 这个应该是好的 把它固定住 拉紧 OK 再把纱稍微往上扯一点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苹果还是摇摇晃晃的对不对 好 第一个就是里面的玻璃纸 你要把它往外抽一下 还有就是纸的支撑力还没有达到最强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包装纸 所以它支撑力并没有达到最强 好 我们接着走下一步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包了一层玻璃纸一层 这就杀了对吧 然后下一步 这个纸 这个纸是我最近很喜欢用的一种纸啊 它叫卡芬纸 如果已经开花店的朋友没有用过这种纸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 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一样同样的啊 继续在外面加 就像包小花束一样继续在外面加 好 当你外层加的纸越来越多 同时你时不时都要注意拉下里面的玻璃纸 你的你的苹果就不会再乱晃了啊 然后这一步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一个拉架带去把它固定住 现在这个苹果呢 就是包了网纱 又包了这外面这一层纸以后 它已经固定住了 那也就是说下面这一堆这一些纸 垂直的这些纸 就起到了像竹签一样的作用 好吗 所以今年流行用玻璃纸 先把苹果包起来以后 然后再在外面包装 这样可以不用弄到那根竹签 因为竹签插进去它是会晃的 还有很多固定器 什么苹果太空舱 相信做花艺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今年有很多这样子的物料 但是我个人感觉都不是很好用啊 然后我们把弄好的苹果先放到一边 这些可爱的小东西都放到一边 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了 但是今年真的就是去为存真了 我希望能够更真诚 更真实的去度过我的明年 就是为我忠诚的粉丝和顾客服务 然后和大家更为真心的互动 减少不必要的无效沟通吧 因为今年的我刚刚也有说到 就是体感上和精神上的体感真的非常快 搜得下就过去了 我自从开了家店 我真的就是早上就来 晚上就回 然后就睡觉 就是这样子周而复时 非常快就跟上班一样 我没有觉得难熬 也没有觉得看店很苦 以前往往会觉得看店很苦 现在就不会 如果我要是有更多的时间 我就录录视频跟大家聊聊天 所以我对我明年2021年的希望 还是一个字吧 就是真 真实的真 无论情况是好是坏 只要它是真实的就行 更真实的去努力 然后希望看视频的每一个人也都一样 当然也希望疫情不要反复 但是如果反复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更真实 更勇敢的去面对 那面对很多 无论是想要找我学花艺啊 还是想要自己创业开花店的 因为就是我B站的粉丝 这个群体非常多的朋友 我还是刚刚也有说过 不要去找一万个失败的理由 那是长辈一定会为你做到的 他绝对是老生常谈 但是作为年轻人 没有这方面实践的勇气的话 那你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 如果每天都在谈自己害怕什么和恐惧什么的话 也会比较举步维艰 希望大家能够从我这个不稳定的个体身上 汲取到更多的勇气 那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想要互动的东西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今天就到这里了 可能到新年之前未必会更新视频了 但是我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了今天视频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今年的关注点赞和一切 然后B站的粉丝 其实年性也还挺好的 大部分也都有我的微信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会去到大家的城市 跟大家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这一点对我来讲很重要 我要做真实的朋友 好了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拜拜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云吞 然后我现在在吃 朋友送来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擀面皮 这个是我今天自己用 苹果橙子肉桂那些做的热红酒 然后一会就要给大家 再次用苹果整个活 成品就在这放着 刚我已经做了一个了 哎 装到桌子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 再录一个制作过程吧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说到圣诞节 就是不停的用苹果 做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 这上面这一堆是小发夹 等会我会把它的具体的固定过程 给大家录制一下 好我们来讲一下 做一个苹果花束 去弄哪些材料 首先苹果是绝对不能少的 然后呢刚刚也看见 有一堆兔耳朵 这是一个发夹 今天圣诞节已经快到了 做不了头 明天圣诞节继续做 这个东西是永恒都会游行的 然后呢去年 不知道大家看到我的视频没有 我的视频里面有用这个苹果 做花束的一个视频 但是是用一根竹签 从下面捂进去的 今年呢我们就不需要那根竹签了 我们直接用今年流行的方法 这是一张玻璃纸 透明的玻璃纸 然后把苹果放在里面 像这样 我们会用这一张玻璃纸 去取代竹签的作用 就是固定它 首先玻璃纸有延长部分的位置 大家注意整个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捏紧这个玻璃纸 然后我们用到这一个 现在很流行的褶皱纱 把苹果固定好 还是一样向上 向上向上捏到最紧 然后我们再用这样子的拉架带 去整个把它固定住 一样啊 拉高 拉架带固定的位置 应该是最靠近苹果根部的 这已经第三根了 到底有没有有点好的 我感觉拉架带这个东西 买上几个月你不用 所以虽然是后疫情时代 但是还是值得尝试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 我这个人啊 不是太会考虑就是 非常多的因素 因为你要仔细想一想 仔细想一想 开始一件事情 你要硬去找借口 也不能说借口吧 就是硬去找失败的理由 至少能找出来 一千个 对吧 那就好像你找你自己会突然死亡的原因一样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会先看好的地方 我找合伙人也是一样 先看好的地方 先看共同付出的地方 就是不看那些矛盾点 那随着年龄的进步 就是年龄的进步 年纪越来越大 我现在已经真的不是太会在意 就是很细节的东西了 就是大体上我们看共同的付出 然后看共同的进步就行 开店也是一样的 最后就聊一聊2020年 我心态上的转变吧 我觉得我今年因为经济原因 然后钱也都投到这个小店里头了 就是我的消费是有在降级的 然后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情 那以往买一些大牌的包包 什么之类的那个就越来越少了 在降低 但是我也变得更不爱比较了 那其实我的个性一直都不是特别爱攀比 然后我现在就更不爱攀比了 今年的整体的心态就是 珍惜眼前人 然后更真诚的去面对身边人吧 就是虚假的玩闹 那种场面上的朋友 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会有一些 社交也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今年心态变化其实挺大的 可能也是因为到了30岁的原因吧 我觉得就是真实的苦 真实的开心 真实的喜怒哀乐 对于我来讲比较重要 那我也会更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情况 去做出努力更加脚踏实地 其实了解我的粉丝应该都知道 我这个人还是挺务实的 我本身就是金牛座嘛 然后我给朋友提的建议 也是非常一针见血的 但是难免自己面对自己